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更可怕的就在這邊 政府花錢如流水 但是卻從小民的身上 來做剝削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當小老百姓在哀嘆說 為什麼我們的經濟 搞不好的時候 這些政治人物怎麼回應的 這樣當政治人物很簡單 他說為什麼我們現在經濟不好 因為我們的財政 都被軍工教給戳垮了 他們的財政負擔這麼大 退休性領這麼高 他們就是我們國家 拚經濟不好的戴罪羔羊 所以全國老百姓 相信我能拚經濟 只要我們把軍工教給砍了 改革就會成功 我們一起年金改革好不好 底下 好... 支持年金改革 反對改革的軍工教 通通都是肥貓 通通都是貪得無厭的既得利益者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就是搞這樣一個鬥爭狀態 所以其實當老百姓 如果去相信了這一套的說法 去認為說軍工教 都是一點很貪得無厭 都是很糟糕的人 人民陷入對立的時候 就是執政者他很放心的時候 為什麼 他就會覺得我可以推卸責任 我可以轉移焦點 我不用把我的精氣神 花在真正在拚經濟這回事上 蔡英文他必須要尋找一個 潛在的敵人 然後來做自己的帶著羔羊 就像希特勒他執政的時候 他執政無方 沒有辦法 好 我們要找一個潛在的敵人 叫做猶太人 我們國家這麼慘 你們生活這麼困苦 然後物價漲那麼高 都是因為猶太人吸走我們所有的錢 而剛好猶太人在德國社會裡面 剛好確實是比較有錢 馬上就成功 全國團結一致 台灣現在過去 民進黨在找的代罪羔羊 叫做軍工教 叫做外省人 叫做大陸 把這些敵人設計好以後 大家就可以來奪權 他自己好了 別人好 有什麼關係 別人不好 當然更好了 最經典是說最大的暴力 最大的暴力是逼人民走上街頭政府 不顧人民的感受 限制人民走上街頭 把人民的聲音降到最低 扼殺人民的聲音 才是最大的暴力 我覺得接下來下個會期 立法院一開議的時候 我要把每一次蔡英文講過的話 把它對照出來 民眾就會感受到就是說 這個政府到底過去選前是一套 選後又是一套 選前說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我覺得民進黨在面對軍工教 最大的問題是 當他在野的時候 他是完全的去把階級的對立 職業的類別的對立 把它製造出來 選後他勢必要對於一些 深綠的選民有所交代 所以第一個 他拿出來是年輕的改革 因為這也可以稍微掩蓋一下 他過去這三個多月來 在很多政策面沒有辦法落實 包括在經濟面 拿不出具體解決兩岸目前問題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他繼續這樣做下去 面對今天聯合報所說出來 接下來還有這麼多個團體 排隊的 等著 每一個週末都等得要上街的話 我相信新政府 小英政府 接下來可能面對的 每一天都是陳抗的事件 他沒有機會好好的去討論 或好好的去落實他好的政策 請大家看一看